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麥式音響的YouTube Channel 那在這次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款非常有趣的音響產品 那在上期的LG42 C2影片 其實我們也有提到它 就是LG家所推出的這個LG Echlear QP5W美形聲霸 那台灣LG其實有給它取了一個特別的名稱叫做小秋霸 然後我有去查一下這個Echlear的英文 它其實是叫做 它中文翻譯叫做法式泡芙 我以前其實沒有吃過法式泡芙 所以我有去搜尋一下Google圖片 我發現外型還真的就是長的就跟法式泡芙一模一樣 然後它這個本體的造型呢 其實非常的簡潔 桌面上你現在看到這樣 就是非常 你應該說它非常迷你 就是我手才這樣大而已 然後它本體的話呢 長30公分 高6公分 深度大概在14.5公分左右 所以我覺得 但是它是圓弧的造型 就你看它圓弧的造型 所以其實它給你那種空間占用的感覺 你會覺得占用的更少 然後它重量的話 官網是寫說1.6公斤的重量 那拿在手上 其實我覺得還蠻扎實的 然後我覺得整體的造型 長度就很像 短的那種法式麵包 對 然後在外觀部分 它的上方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開密密麻麻的金屬網孔 然後我其實我有拿手電筒照一下 因為一般就是像我們這種 音響 就是應該說不能說平鎮 音響哀耗者 我們看到這個第一時間 我們就想看它的單體用多大 但是其實我拿手電筒照啊 就是照不太到它裡面的 用什麼多大的單體 但是以官方給的規格來講 它是做到了一款就是 這麼講 這款是3.1.2的規格 所以就是代表說 它上方有兩個天空聲道 然後前方的話就是中聲道 以及左右聲道 好 好 那 在音響的後方 它的按鈕 坐在 就是坐在現在我 手指的這個地方 它在後方呢 其實有四 應該說五個按鈕 就是電源鍵 然後 訊源切換鍵 音量的大小聲 然後還有一個藍牙的配對鍵 然後輸入孔的部分呢 它有做光纖 也有做HDMI輸入 HDMI輸出 那HDMI輸出這部分 它是支援EARC 然後它 這個Eclair QP5W 它本身也支援Atmos的解碼 所以你可以說它整體的設計就是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基本上就是想要 給小空間 但是你依然想要有 非常好音響效果的人 它就是可以去購買這款Soundbar 好 那 在我的左手邊呢 這就是這個小秋霸 它的重低音的 呃 配件 那在 如果你看到它的 正上方 它上面會寫一個 Meridian的字樣 那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不知道說 Meridian 這是什麼東西 那我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Meridian其實是一個 英國 非常有名的音響大廠 那基本上他們的產品都是 就是 接近百萬以上起跳的這樣子 就是非常海岸的產品 所以這次呢 其實小秋霸 它就有這個 Meridian這個廠商 參與設計在裡面 甚至在待會我們的音效模式裡面 有一個Meridian專門調整的音效模式 所以大家可以對這個小秋霸的音質呢 可以說是 一定要有非常的信心 好 然後 重低音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大小 然後在它的底下 我覺得它設計的非常不錯 就在於說 像一般的Soundbar的重低音 你會覺得它接線就是 它沒有什麼接線上的長線的設計 但是如果是小秋霸的話 它的重低音底下 它會有兩處長線的設計 就是 我們這邊會帶一下底部的圖 一般的Soundbar可能有 有一個長線的地方不錯 但是小秋霸考量到說 因為我們接線的時候 我們線的走向可能會 有各種方向 所以它給了兩個方向 讓我們去做長線的動作 那通過這個長線的通道 你的電源線就可以走得更平整 然後就是你整個視覺上 到時候你從遠處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看不到線的存在一樣 那當然 本身小秋霸這個重低音呢 跟小秋霸本身 是透過無線連接的 你只要各自插上電 它們就可以連接運作 好 那 外觀講完了 接著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播放一小段音樂 讓大家體驗一下小秋霸它的音質 那我們就來聽一下吧 不好意思一直細笨 出現在各部放輕鬆 下次on my fans 一遍又一遍 不能讓我在你耳邊循環 saya 就aldi 我 有一遍 有 affected 他怎么发业障 难不住的山河里 等被随于放弃的时光 忘不掉平坚的帝国 我用过组织的王座 我用轻轻转说 1920 做个的步骤 在世的秋暖 天我的秋冠 顶管的日头 是落空响响 想到当初你把我的青春忙 风吹过来 吹金色的寒梦 OK 听完了小球把的音质 实验的时候我把它测试 我是放在我的 因为我们上期讲到 我们把42C2当作电脑荧幕使用 那我把小秋霸放在42C2的正中间底下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那这样音响会不会挡到我的电脑荧幕 其实以我42C2这个实验下来 就是小秋霸的高度是刚刚好 所以如果你有买42C2的朋友 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加购这款 就是小秋霸 好 那可能有人会说 诶 那他来当电脑喇叭用 就是跟一般的那种两颗式的电脑喇叭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体积 因为你看一般的电脑喇叭 你就算再怎么好 其实你都还是要两颗 要左一颗又一颗 放在你的电脑的两侧 那小秋霸的话他的设计就是 我这一支我可以放在桌面上 那重钉其实我可以放在我的旁边的桌子底下 说甚至我放到我的墙壁旁边有电源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在桌上的那个收纳空间的这个整合上 小秋霸是更有优势的 然后尤其是42C2 他原本的 他原本是电视的喇叭嘛 他电视喇叭虽然本体就很不错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这个小秋霸 然后小秋霸你假如玩一些像是我玩最后一战 或玩一些赛车的游戏 那个低音跟节奏感真的是差得非常多 好 然后小秋霸的天空声道的体验 可能很多人会抱我疑问说 这样这么一个小的Soundbar 他的天空声道到底有没有效果 其实以我的体验来讲 就是那时候我在我们一楼的三星75寸电视实验 然后我坐在他大概近距离使用 我就坐在他两米 两米多的一点 然后做试听 其实我觉得他天空声道还是有感觉的 只是他高度会给你在那种 以75寸电视来讲 我会觉得他就是落在电视的正中心点的高度 所以就是 但是音量上来讲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 我觉得以时评的空间来讲 小秋霸绝对是可以乍翻你整个空间 对 所以如果喜欢就是一些 就是你喜欢玩那一玩游戏 这绝对是非常过瘾的 那接着造惯例我们一样提供给大家一组 这个QP5W它的音效设定参数 那小球吧呢 它本身有一个APP可以去做操控 然后在声音模式的部分 QP5W它有四个模式 它分别是AI模式 音乐模式 然后还有游戏 最后是剧烟模式 然后我自己的个人喜好是会是在AI模式 因为我觉得整个AI模式它的空间感做的是 就是比较好的 然后有人会说 刚刚不是讲说Meridian有专门做一个 这个听音乐的模式吗 那那个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就我自己的感觉啊 如果你用这个Meridian的音乐模式 就它的空间感会变得比较 比较缩 应该说声音会变得比较没有echo感 比较干净 那乐器也会细节比较突出 但是对我而言就是 假如我是常看电影玩游戏的人 其实我希望要有一点的氛围感 所以我自己来讲 我最后会选择就是AI模式 好 那选完这个模式之后呢 它有一个各部位音量调整的部分 这边呢 首先重低音的部分 如果你是看电影的用户 那我这边建议你的重低音的这个音量 你可以放在零档位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电影来讲 其实它很多那种像爆破啊 炸弹爆炸啊 它的低音量感是非常多的 就是对比音乐来讲 那QB5W的重低音 坦白讲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把它的低音量开到5或6 它是会比较撑不住的 就是会有一种失真的状态 但是如果 你是玩游戏 或是你是听音乐的用户 那我反而建议说 你的低音档位 你是可以开到4或5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接着就是中置喇叭的部分 其实以我个人来讲啊 我都是比较偏好说人声比较 不管是看电影或听音乐 我希望人声比较靠近我一点 所以基本上中置人声 这部分音量我会开到5 然后上方天空声道的部分 我会开到4 然后接着在这个页面的右上角 你还会看到有一个就是 它有一个EQ调整的部分 然后会有高音跟低音 那就是非常 应该说传统的设计就是高音低音 那高音的话 基本上你这边动高音 它会影响一些耻音 对 像是我现在发出一些 嗤嗤嗤 嗤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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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嗤的声音这样子 这边我高音我会开到-3 就是让这种 耻音啊气音 那它的刺激感不要太强烈 让听起来的声音是比较和缓 比较舒服的 然后低音我觉得保持原本的数值设定就可以了 好 那音效讲完了 外观讲完 也讲完体验 然后我们讲完它的特点了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这几天我体验下来这个 小丘把 它的一些小 我觉得是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就是 虽然LG还有出APP 然后还有出这个遥控器 可以控制小丘把 但是把按键设计在音响的后方 这件事情呢 它本身就会造就说 今天不管我是要把它拿来当作桌面的电脑喇叭使用 或者是我要在居家放在电视旁边 所以你要操控它的时候基本上都非常不方便操作 因为你想法很简单嘛 没有人会记得到它背后到底哪个是什么按钮 就是我其实我每一次我在按的时候 我都要去拆索我现在按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样操作起来 实际的这种触控的操作还是蛮不方便 那第二个就是比较老人是说 它的APP是采用这种蓝牙连结的方式 然后假如说你今天你在看 像我在调整音色的时候 我就要常常看电影Netflix 我在做测试 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要调整音色 我就连接APP 连接小丘霸 但是我在连接上去的时候 这个小丘霸就切换到蓝牙输入的模式 我要再从APP把它调到电视模式 它才会继续发出声音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么讲 就是如果你在购买小丘霸之后 你想要常常用这个它的APP 来做即时的调整音量 就是你假如你在看电视Netflix 你想要调整它的音量 我就觉得这样它会多一个 就是你要再切换输入人的步骤 就使用起来也是有点稍微的不方便 但如果你用遥控器的话 那基本上就完全没有这一回事 或者是像现在都有HDMI CEC 连动的功能 所以连接电视的时候 你用电视遥控器来控制小丘霸的音量 那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好总结 如果你想要一个就是简洁美观 但是有非常好声音的音响 然后我觉得小丘霸它真的是非常拥有 你看它体积那么小 但是它的能量它的音量 然后给人的这种爆发力 真的是算是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尤其是对这种桌面空间 空间有限的玩家 我非常推荐你使用这款LG QP5W 然后这款LG QP5W它目前的定价是 两万两千九百元 然后颜色的话有黑白两色可以选择 那我们按照惯例 一样就是说今天只要截图 订阅我们麦事影响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传到我们的官方LINE 或者是官方脸书 那我们的小编呢 就会给您一个就是频道之友的这个优惠价 然后购买完成之后 你还获得一条就是HDMI 2.1的线材当作赠品 那就方便你接电脑接游乐器这样子 好 那这次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想看的或想了解的 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YouTube留言底下 直接做留言 或者是私讯我们的官方脸书或LINE 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